175 承報 法軍事基地凋失大量炸陽 2015年7月8日國際A11新聞精選法國軍方周二表示 位於改國東南部的一處軍事基地凋失了大量炸陽 其中包括大約200斤雷管、多媒手榴彈及一些數性炸陽 目前 法國憲兵隊已介入調查 據憲兵介紹 此批軍火或在當地時間週日夜間至週一凌晨的時後秘道 法國安全機構與國防部官員已於週二召開緊急會議 調查顯示 此火涉策的手法非常專業 不排除或與恐怖組織有關 目前 法國已將反恐警界級別調至最高